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ly City东北医疗中心本周新开放的 免下车Drive-in新冠病毒直测点 也是旧金山湾区首批试点 今天 东北医疗中心的首席医务长戴百康 和圣马雕现餐士David Kanepa 带领一众传媒参观试点的运作 介绍广泛的测试是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病毒爆发的关键 而免下车直通测试点是增加测试数量的有效方法 呼吁联邦再为湾区提供更多检测试剂 加州目前已经测试66,800人 48,600个正在检测中 州长纽森表示已经有15万个检测试剂在路上 加州新冠病毒的患者4044个 其中湾区1400例 免下车直通测试方法被认为 对医护人员和患者都更加安全 因进行测试时 有潜在感染患者的病毒 仅停留在封闭的汽车中 患者只需要咬下小范围的车窗 检测人员就可以使用 加长测试棉签伸入喉咙取样 这种测试方法将使测试人数增加三倍 直通测试方法还可以帮助医院 保存宝贵的医疗防护设备 按照传统 每次需要检验的患者都要进入隔离室 每测试一个人 医护人员都要丢弃口罩、防护服等 而直通测试仅需要更换手套 以及双臂的袖子即可 试点目前接受东北医疗中心患者 通过预约前来 每次只允许最多12位 以防止对周围社区交通造成影响 测试均由保险公司报销 中心在湾区共有两个免下车直通测试点 除中半岛Daily City外 南湾圣河西的测试点也是每周五天工作日开放 时间为下午两点到三点 未来还会在旧金山增加新测试点 测试时间也将延长 东北医疗中心也鼓励公众收集和捐赠医疗防护用品 需要未使用未开封的N95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洗手液、防护服、防护眼镜等 可邮件联络 除东北医疗中心 东湾黑味市本周也开放全天候免费测试中心 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开放 一天可进行370个取样 该中心分驾车人士的免下车检测 与步入市排队检测两种 任何可疑患者均可前往检测 新岛记者明月 Daily City时报道